老外确诊新冠都吃啥药? 在鬼外传染新冠会怎么处理呢?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呢? 一般我们在德国这边或者说其他的西方国家 传染新冠会吃什么样的药呢? 和中国那边有哪一些区别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今天都有文武了 我叫Maki 我是一位低鬼小伙子 今天我当然又来了 没错我的朋友们老爸也来了 我们在外面 你们看一下这个风景漂不漂亮 到处都是山 到处都是大自然 我们又出来散步了 那么传染了新冠 永远都是一个靠运气的事情 有一些人像Maki传染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症状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有一些人也是比较重的症状 可能要难受 可能也会持续比较长时间 那么这个病毒出现之后 已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 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资料方式 更多的特效药等等 那么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 可能就会让你们失望 因为其实我们 美得撒子特效药 美得撒子很特别的治疗方式 基本上可以说 我们德国这边大部分的人 怎么自然怎么来 传染的新冠就跟一个普通感冒一样 对待最基本的治疗方法 就是在家里面待几天 休息多喝热水 多点水觉 然后就好好自己去治疗这个东西 让自己的身体处理好这个事情 然后如果稍微更严重的话 就去看病去找一下医生 然后他可能就最多 会给你开一些感冒药或者推烧药 然后让你回家吃一下 多喝热水 好好休息 没了 没什么秘密 而且其实我们这边的专家和医生 更多建议的都是 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挑战 就是让你平时多点运动 吃点健康的东西 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因为这样子的 你传染了新冠 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事情 或者说你有重症状的这个可能性 就变得很小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景 还不错 其实这个和Maki个人的一个看法和实相 也是一样的 我也是觉得平时一个健康的生活 你感冒了 穿染了新冠都不会有多大的事儿 所以一直都强调着 必须得运动 必须得动一下 然后偶尔吃点垃圾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平时还是多吃点健康的东西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德国这边 包括说大部分的其他的国家 现在都不怎么说这个事情了 新冠在这边 不算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回事儿 在这边传染新冠了 现在也是一种普通的正常的事情 传染了 好吧 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下 相当于像一个普通感冒 传染了一个普通感冒一样 我也是相信 中国也会达到一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病毒 现在第一 就是传染的特别快 第二 就是风险 这个危险 已经没有这么高了 说实话 虽然说现在还是得小心 但是我感觉大部分的人还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放心 因为过去的这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大家都是非常的累 都过得非常的辛苦 虽然说现在还是得小心 但是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这个疫情也可能很快就会完全结束 完全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朋友们现在四点过快五点了 这边也开始慢慢填黑了 我们要赶紧的回去回家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 今天必须得完成 那就是喝下午咖啡 来咯 咖啡 和饼干 老爸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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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们 那么其实今天你们要看到了 这边一切都正常 没有任何的秘密 没有任何的特效药 没有任何的非常神秘的 特别的治疗方式 传染了这个新冠 就是得好好休息一下 让自己的身体好好处理一下 但是我现在也特别好奇 你们有没有什么神秘的秘密呢 怎么对待这个新冠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好呢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视频也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感觉 嗯 有用 有意思 可以 那就别忘记 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现在我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的观看 非常希望在下一期视频 有人见到你们 在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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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